马上来请教艾德的老哥 这到底是怎么样星座的人 他可以得到父母的资源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有上榜的星座 你其实会比较容易得到父母的资源 我们来请大家参考你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的星座是谁 第三名的星座是双子座的朋友 可以得到父母的资源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什么原因呢 因为双子座的人 他天生就是聪明伶俐 可以承袭家业 其实那个就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双子座的小孩 你会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他们 其实天生的就会比其他的这个星座朋友 变得更为的聪明伶俐 而且呢有口才也好学习 反应也比较好 那么他可以继承父母的哪些资源呢 其实就继承家业 当然父母呢也是不是笨蛋 他就说如果说家业要给小孩子的话 一定要给比较聪明的那一个 所以呢我觉得双子座可以靠着自己的天生的这个聪明材质 承袭到父母的一个家业 不管家里面是经营大事业还是经营小生意 其实双子座都有能力把这一份家里面的这个工作传承下去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的朋友呢 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星座也可以继承 这个承袭父母的资源 是射手座的朋友 对那我们的那个盛梅姐是上升星座是射手座 来看看上升射手座能够得到父母什么资源的原因是因为 射手座的人天生是乐观开朗 而且呢父母会格外的宠爱 应该有吧 有有有有是对没有很多遗产 好但是呢 你也孝顺啊 对啊 是其实我们这边抢到父母的资源不一定是指财产的部分 其实父母的关心父母的爱 其实也就是父母的资源 那么射手座的朋友的小孩子 特别是他的天生是一个乐观 而且开朗的人 遇到父母遇到长辈他就会很开心 很礼貌很有很有这种教养的感觉 那父母就对他格外的疼爱 那么有好吃的有好喝的 或就算是射手座的朋友出嫁了 那么父母也会持续的去关心他 那么自然就能得到父母的资源了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的朋友太阳上升 如果这个星座的话也可以得到父母的资源 是巨蟹座的朋友 太阳上升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巨蟹座的朋友 是天生是教养比较良好 他可以承袭加风 其实很多巨蟹座的小朋友 他天生长得比较活泼 可爱 而且就是非常的孝顺 而且很懂礼貌 那么这个教养好的话 那么就会得到父母的这个格外的一个关心 其实我们这边谈到的父母资源 父母本身良好的品性 能够传承给小孩 那小孩也学习到父母良好的礼貌 家教或者是家风 其实这都是一个良善的一个传承 所以我们以上有上榜的朋友 双子座的射手座 以及巨蟹座的朋友 都是可以得到父母良好的资源的 都是可以得到父母良好的资源的